2017年年尾的时候 Pro Duo正式发表了第三代大改款的Pro Duo Myvi 而在这款车发布之后 它很自然的就成为了马来西亚最畅销的车款 可是一转眼 这辆车已经面试了三年多 其实也已经到了这个应该小改款的时候 所以最近在这个社交网站上面就有消息 Pro Duo会针对这款车进行小改款的工作 所以今天的影片呢 我们将会和大家聊聊一下 这个Pro Duo Myvi小改款 会有什么改进还有改变的地方 根据目前所得到的消息 这个Pro Duo Myvi的小改款呢 在外观上面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它依旧会维持目前的头灯组设计 而不是像Beza那样直接更换一个全新的LED头灯组 不过这个是情有可原的 因为在一开始Myvi发布的时候 它就已经是全车系都搭载这个LED的头灯组了 而且这个头灯组的成本也不便宜啊 所以呢Pro Duo在这个小改款的车型上面 不更换这个头灯组啊 是可以接受的 它改变的地方在于这个前保险杆 还有后保险杆 以及这个轮圈的设计 然后之后它的改变呢 就是在它的内在的 据说呢这个Pro Duo Myvi小改款会在隔音上面下一点功夫 目前的Myvi啊其实整体来说都相当均衡的 只是在它的隔音表现还有加强的空间 所以这一次Myvi呢 它的隔音在小改款上面会加强呢 其实也是在预计之中啦 在这个车型分类上面呢 应该是比较多人有兴趣的地方 其实啊之前在这个Pro Duo ASIA的第2度小改款上面 Pro Duo推出了一个叫做ASIA STYLE的版本 也就是CROSS OVER的车型 这个版本 很受这个消费者的欢迎啊 所以之前就有消息指出 在Myvi上面Pro Duo也会推出这个Myvi STYLE 也就是CROSS OVER的版本 究竟这个传闻是不是真的呢 其实我们之前从这个印尼的媒体方面得到消息啊 在印尼Pro Duo Myvi的双生兄弟 也就是Lihatsu的Sirion 他们计划推出这个CROSS OVER的版本 而这个宣传的车子也在印尼的网站上面曝光了 而值得一提的是啊 在印尼卖的Sirion 其实就是在马来西亚生产 然后出口到印尼去的 如果说印尼有 马来西亚很高的几率也会有 至于这个Pro Duo Myvi的CROSS OVER版本会长什么样呢 我们就期待这个Pro Duo会给我们什么惊喜啦 除了Myvi STYLE有可能出现之外呢 还有一个应该是各位很期待的 就是Myvi GT 其实在不久前啊 这个Pro Duo刚刚在文莱市场发布了第3代的Myvi 而文莱市场有一个马来西亚没有的版本 也就是这个S Edition 这个S Edition我们看起来好像很熟悉 没有错 它就是在2018年这个Klimps 吉隆坡国际车展上面发布的 Myvi GT概念车的设计 基本上它的蓝本就是来自这辆概念车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很特别的前保险感 真的让这个Myvi变得 有一点帅气 我个人也是很喜欢一下的 这个版本呢 马来西亚会不会有呢 我觉得应该会有啦 因为之前Pro Duo的高层也表示过 他们计划把这个Myvi GT量产 只是还有一些问题 例如说成本的控制等等 既然现在文莱有了 马来西亚推出这个Myvi S Edition 或者是这个Myvi GT版本 应该也就是试试了 你是不是很期待这款车呢 欢迎在影片的下面留言让我们知道哦 在安全配备上面呢 这个第3代的Myvi在一发布的时候 就成为了我国6万块以下 搭载先进主动安全配备的唯一车款 其他的车款那时候都没有 所以这个Pro Duo Myvi在安全配备上面呢 是非常有诚意的 而且它1.3的版本有4个气囊 1.5的直接给6个气囊 这样的配备其实我们不能挑剔的 而在之后 Pro Duo也把这套名为ASA的 先进主动安全配备下放到大部分的Pro Duo车款 目前呢 Asia有 Beza有 Aros有 加上Myvi Pro Duo总共有4款 先进安全配备的车款 其他的品牌好像都没有那么多 在Pro Duo Myvi小改款上面 这个ASA有什么升级呢? 首先就是从这个1.0的版本升级到2.0的版本 1.0的版本跟2.0的版本有什么差别? 1.0只可以在时速30以下运作 至于2.0的版本 最高运作速度则是可以提升到80 所以就算你在一般市区驾驶这套系统还是会运作 而且这套系统还可以侦测行人 这个是1.0版本所做不到的 如果真的有突发情况 路上真的有行人跑出来 这个ASA 2.0 侦测到行人它就会帮你自动刹停 实用性其实相当高的 在这里必须给Pro Duo一个赞 因为Pro Duo真正实现了把这种先进的安全配备下放到清明的车款上面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举动 以前的Pro Duo Myvi 只有在顶级版也就是F1上面 我们才可以看到这个ASA先进主动安全配备 但是在小改款上面 据说只要是1.5的车型就拥有这套ASA 2.0的安全配备了 其实是相当的有诚意 其实一直以来我都认为 这个撞下去之后才保护你 和这个 防止你撞车的设施呢 我是比较偏向这个防止你撞下去的设施 这一点Pro Duo做到了 其实我也希望未来马来西亚各家的品牌 可以在这个先进主动安全配备上面慷慨一些 因为像Pro Duo这样的车款 4万多5万它都可以给到这样的配备了 为什么其他的品牌不能给呢 所以这边真的是要感谢Pro Duo可以带动这个趋势 我也希望未来我们有更多的国产车 可以拥有这种先进的主动安全配备 虽然说我们很希望在这个Pro Duo Myri小改款上面看到新的变速箱或者是新的引擎 但是根据目前的消息 Pro Duo Myri还是会依旧维持着这个1.3自然进气引擎 还有1.5的自然进气引擎 搭配的变速箱是四速的自拍变速箱 马力和扭力的表现依旧没有变 1.3的版本最大马力是95PS 峰值扭力121Nm 至于1.5的版本是103PS的最大马力 137Nm的最大扭力 虽然希望渺茫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希望在Pro Duo Myri小改款上面看到 传说中的1.0涡轮增压引擎 这个1.0的涡轮增压引擎 虽然说它的动力表现啊扭力表现没有太出色 但是因为涡轮低扭力就可以发挥高扭的关系 所以如果Myri搭载这具引擎的话 它的动力表现应该会更为出色 Pro Duo Myri这款车在马来西亚真的可以说是一个神话的 因为马来西亚这个市场一年只卖5-60万辆车 但是Pro Duo从发布到现在 它的累积销量已经超过100万辆 它成为马来西亚最畅销的车款其实也是时间上的问题的 而虽然说目前Pro Duo Myri的竞争力是相当的强的 但是Pro Duo也是位于绸缪啊 在这个小改款上让它更加有竞争力 就是为了应对其他的对手 这个Pro Duo Myri 还会有什么惊喜给我们呢? 我们就要等到它正式发布的时候才知道的 据说这个Pro Duo Myri 小改款会在8月发布 那究竟是不是真的呢?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喜欢这次的影片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哦 我是Ivan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